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疫情爆发后有48家门店一度临时关闭 复工后各门店的营业时间大幅缩短 客流量预减 第一季度黄虎井6家门店宣布闭店 环有福州黄虎井百货已官方宣布将于2020年6月1日正式闭店 在经营8年后终止经营 一季度报告还显示在销售额方面 对应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准额为-15.53亿元 同比减少14.65亿元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准额为-12.41亿元 同比减少10.76亿元 从4月中旬以来 中共官方媒体连续宣传黄虎井商业活动 但有大陆网友4月24日在北京黄虎井拍下照片 整个街道冷冷清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